大家好,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吃了 马上就要立冬了 在北方很多蔬菜要进大棚了 我给大家分享日晒番茄干的做法 甜酸可口,风味浓郁 既可以当前菜,也可以当下酒菜 趁着立冬前,可以做一点 什么是日晒番茄干? 这原本是意大利南部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民吃史 每年七八月份,番茄风味最足,阳光又最好的时候 农民会选择皮包肉后汁又少的番茄 例如是圣马尔扎诺番茄或者罗马番茄 对切后稍微撒点海盐晒干 或者吊着晒干了储存起来 是在大太阳底下晒,白天晒晚上收 晒上三天,番茄干就成了 日晒番茄干既可以用来做菜,做pasta什么的 也可以泡过橄榄油,直接作为前菜或者下酒菜 主打的就是风味浓郁,口感独特 不知道为什么我国没怎么推广大个儿的椭圆或者梨形番茄 反正线上线下都不多见 朋友下错订单买了好多樱桃番茄就给了我一袋 说是皮有点厚,应该是肉厚 那不正好用来解锁日晒番茄干吗? 家里制作日晒番茄干并不是真的日晒 家里做这个得靠烤箱,所以也叫烤箱日晒番茄干 朋友给的小番茄快两斤的样子 番茄味不浓,所以我配了糖、盐、百里香和少许蒜片 看看风味是不是更好 下面开始 番茄纵向对切,果然肉多汁少 正好符合制作日晒番茄干的需要 切好的番茄入碗 加入糖、盐、香草、蒜片 轻轻翻匀 建议直接翻动大碗 不要用工具 避免破坏番茄外形 烤盘垫上烘焙纸 920克的番茄需要两个烤盘 等两个烤盘的烘焙纸垫好 轻轻把番茄切面朝上 码在烤盘里 虽然调味的时间很短 但是碗里也出了不少汁液 千万不要扔 后面我会告诉大家我拿来做了什么 烤箱预热在105度 摘过叶子的百里香杆子放在番茄上面 把烤盘放在烤箱的中位和中下位置 因为不确定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我就先把时间设在两小时 到时间后打开一看 还湿着呢就加了一小时 再打开看干了不少 但是烤箱打开的时候蒸汽还是不少 我把时间设在30分钟继续烤 再取出看干了大概九成 就再加10分钟 然后看着还差一口气 再加5分钟 终于成了 烤制过程经历了3小时45分钟 烤完的番茄油外向里卷着 番茄里面看不到一丝水汽 颜色也从鲜红变成了暗红 就像日晒的效果 先让番茄干在烤盘里放凉 我就琢磨怎么保存 想想最好的方式还是泡在橄榄油里 取一把白里香 洗干净后用纯净水冲一下 然后用厨房专用纸拍干 取一个干净的密封玻璃瓶 先把白里香放进去 然后把番茄干整齐码放进去 我用了一个500毫升的瓶子 正好码了一瓶 然后倒入特级出榨橄榄油 倒满后盖上盖 密闭保存 一周以后打开瓶盖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成了一小碟 尝了一下 风味比原味的好多了 甜酸更加平衡 香气也更加清新 入口有质感 但又不会像大个番茄干那么硬 一不小心是款非常精致的小菜 十分推荐 有几个注意点 盐、糖和蒜的分量 要看番茄的具体方位 重点要行天平衡 蒜会提味 但最后是吃不出来的 烤制的时间 跟番茄的大小和含水量有关 第一次烤 建议以两个半小时为基点 然后根据水分挥发程度 继续分段加时间 直到打开烤箱门的时候 没有水蒸汽就烤好了 如果不是四地热风 烤制温度不要超过120度 温度高了 表面水分挥发很快 但是里面的水分还没干 出品不仅味道不对 也不易保存 纯番茄干的橄榄油 可以用来蘸面包或者拌沙拉 味道好极了 等一下 前面剩下的汁水 我怎么用的 冰箱里有剩下的边角料 我用它们炒了个菜 用这个汁水够了个茄 菜的味道清香适口 非常下饭 亲 想知道我解锁的其他美食吗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并且一键三连 等我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